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圣经里面假设反复地重申的话 都是特别要引起我们重视的 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要等候耶和华 那么就是到底为什么要等候他呢 等候他给我们什么呢 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就是说 我们常常说 如果我们只是看大卫说 你们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只是说等候耶和华 我们心中当然有些事情 我们希望神来替我们做改变 但是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处在一些困境当中 我处在孽境中 我处在很多不顺的一些情况当中 神啊 你来帮助我 你来帮助我改变周围的环境 这就是说 我们在这祷告 然后说我们等候 等候他改变 是不是 一般上我们听这话的时候 我们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情 但是呢 真正的上帝要我们等候他 是到底是等候他 要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等候他呢 在神的心里中等候观念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帝的眼中 他如果记救拔了我们 我们在祖里面是一个baby 我们是很幼小的生命 上帝用他的绝大的耐心 忍耐地等候着我们 等候着我们什么 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全归给他 等候我们生命真正有一个成长 因为我们是处在 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就成圣 我们说成义是我们生命中的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因性成义了 我们得梦上帝的恩典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梦上帝给我们 从耶稣基督里的意外 加在我们身上 给了我们一个位分 就是神儿女的位分 这是他的完全的恩典 但是我们其实里面 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离真正的圣洁的神儿女的 那个样式还相差得很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上帝就让我们 因着成义开始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叫 生命成长的过程 我们要叫它成圣 Justification followed by Sanctification 就是一定要有个 所谓的成圣过程 而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 所以上帝在他的等候中 耐心地看我们怎么成长 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 得救的我们是处在一个 不断被神改变 引领的生命的过程中 而这个过程 只要我们最终的生命的 完全的目的没有达到 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中 这就是说 神在我们生命中 他对我们的等候 是他看我们的生命 比一切都宝贵 而且上帝是既然要 等候着我们生命成长 上帝常常把我们生命 放在一个可考验的 常常是艰难的困境当中 去试炼我们 从此让我们学习 怎样单单依靠神 而不是依靠人大 马大 力大 周围的困境 一切都顺当 在人的经验规则里面成词 那是要我们成就 我们信心的功夫 所以这个等候就不一样 所以大卫很清楚 他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本来是为以色列 是立了大功了 可是他的遭遇 却从此要逃难 而且这些都是在 上帝的允许下成就 实际上上帝就是为了要 将来要使用大卫 不能让他少年得志 一步登天 坐在王位上 这样他是真的是 不可能被神所用的 所以神要重用他 我们说每次讲到这话 就像唐牧师说 什么叫重用啊 重就是首先 把你重重地压下去 破碎你 然后才开始用你 这叫重用 没有一个重重地压下去的过程 你就想要怎么用我用我 你就容易什么 骄傲 就容易刚刚做一些事 就认为自身了不起 然后看别人不如你自己 那么我们就糟了 我们就受到魔鬼的 这个诱惑和他的圈套里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特别要明白 这个等候 所以我们要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 在我们生命中的 雕筑地成就我们 成为大器的功夫 大器完成啊 这句话大家知道 真正的大器 真的不是说成的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大器要完成 所以第二就是说 为什么非要这个过程不可呢 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是生命信心 我们里面的 在上帝面前对他 信心的操练和忍耐 我们生命当中的 救人的改变了一个 不可缺少的 这个必经的历程 而这就是目的的一部分 神要让我们经历着经历 这个经历 这个过程和目的 是不能分开的 比如说我们 说你身体不好的人 我们上山 有些人喜欢爬山 其实爬山的目的 并不是你 就是为了要跑到那个山上 山顶上待一会儿 其实要是你在山顶上待一会儿 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 对不对 如果你常常就是 坐着直升机 可以一个个把你放到山上 你就在一会儿就行了 但这不是爬山运动的目的 爬山运动的目的 就是借助你去爬那座山 以这个山 爬上去为目标的过程当中 你去征服这座山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体魄 毅烈 勇敢 一切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达成 所以你的目的 其实不是真的是 为了站在山上 你的目的 就是要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和目的 是紧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成长路 永远是一条旷野的路 就像当年 耶和华神要摩西 把这些以色列人 从埃及引领出去的时候 要他们到那个 允许之地 这条路不容易走 所以在走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老是怪 这个过程太长 这个过程太艰苦 就是老是不断地埋怨的人 是不可能进去的 因为你埋怨就表示 你对上帝的安排 你不服 不服是来自于 你对上帝的美好的善意 不信 不知道上帝成的 都是他的美意 你对上帝的智慧 你不佩服 你总觉得自己的安排 总比上帝的安排好 说到底就是 我们生命没有被对付的部分 所以上帝是真正地 熬练他的儿女 就借助过程当中 把我们分别出来 当中的确是有一个 不断地淘汰的过程 你知道我在这里 我们说受洗 我做二十多年的牧师了 我们一批批地受洗 我们就看 受洗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 当中所谓的受洗的 都是非常兴奋的 而且当时最初的热心 都是挺高的 但是后来过了不久以后 我们就发现 就看出变化来了 对不对 从人的角度就是 路遥自马列 热酒见人心 从人的智慧里 都看到这一点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不是 所以这个过程 是我们神要在基督里 要我们长成 蛮有耶稣基督的生量过程 这个当中这是不可逃过的 没有什么速成 我们在这个速成的文化里面 我们都动不动就像之 方便面快速地解决 一切我们的需要 但是神却要我们等候 在我们等候 把我们在等候中 把我们认为的最重要的需要 给放下来了 然后我们捡起 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 就是等候过程中 我们生命的转变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自己 现在在这条 你们现在成为儿女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你们有各样各样的难处 年轻人有很多的挑战 交友 婚恋 成家 就业 一系列的考验 成为我们的养家 我们的中年人 上有老 下有小 然后我们也碰到婚姻的问题 碰到儿女的反叛问题 也碰到自己的上司就业 对你不公的问题 还有你等等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不当 自己的言行 所种下的祸患 所谓你傻的总受了风暴 你必须要在这里面对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们只愿学会 不埋怨上帝 不埋怨环境 因为埋怨环境 就一括等于埋怨上帝 为什么 这环境是上帝掌管下给你的 你是说上帝不该给我这个环境 你掌管错了 你安排错了 你应该给我换 其实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成长 常常是在逆境中成长的 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是的 我们为我们的英文堂 要找牧师要祷告 我们当然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全责的 英文很流利的 很道地 甚至不带口音的 什么是最好的 但是你要求这么高 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 要求是什么 他的信仰的纯真 我们的教会就是说 因为我们既然是 宣布是改革中信仰立场的 我们需要这个传道人 经过改革中信仰立场的 改革中信仰的装备 有这样的立场 还要有他 有这样的对第二代的尾声 还要同时预备 这个英文的这样的能力 这么多要求全部加上来 往往你要的 他不一定都达得到 所以在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学会仰望交托了 因为上帝在这里面 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最大的美意是什么呢 让我们每个父母知道 孩子是什么 是耶和华 交给我们来管理的产业 孩子的一切 上帝是找父母的 不是找哪一个教母 为他负责 所以真正为孩子 负责的是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把孩子一交托了 交给哪一个人 他带就好了 如果是别人就不行了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真的要检查 我们自己的亏欠 为孩子的灵命当中的亏欠 里面可以造出我们的亏欠 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那求助才能够 真正地帮助我们 来成就他 要我们所看见的事 所以我们呢 一定不要做糊涂人 要做智慧人 要在这个环境中 设备神的美意 这叫做凡事先 因为神的美善 只要是我们是他的儿女 一切所有的环境 都是为了我们 自终的好处 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 是我们生命成长 所需要的 要被对付的地方 来进行 所以第三问题就变成了 如何来等候耶和华呢 我说只有依靠耶和华 才能等候耶和华 我们的语言那个错觉 就是等候耶和华 就说耶和华现在还没来 我在等他 对不对 错了 等候耶和华只能什么 依靠耶和华 才能等候耶和华 因为只有上帝 跟你的同在 正像这个诗篇 我们今天诗班唱的 求你不要离开我的面 大卫就说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要等候你 就是要靠着你来等候你 我一天也不能离开 你的等候你 这什么意思呢 你居然已经在了 等候什么呢 等候你 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 在我生命中 他所成就的功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我在等候耶和华 他没有来 你不能这么说 我们说 你等人可以这么说 你在等你爸爸 等你妈妈 这说明爸爸妈妈 不跟你在一起 这是大家懂 但是你说等候神 就表示神不跟你在一起 如果神不与你在一起 你怎么等候他 你不可能等候他 除非神与你在一起 你才能学着 怎么等候他 不是等候他 向你的出现 而是等候他 在你生命中 成就的目的 上帝是 他有他的忍耐 他都愿意忍耐我们 我们却不能忍耐 什么 耶和华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 悖愣 就是这些以色列人 在这个旷野里 老是不能忍耐耶和华 为什么 就怪耶和华给他的 什么 喝的水就完了 只吃的饭就单掉了 就老是忍耐 不能忍耐 其实上帝说 我不能忍耐的是 你 你这个悖虐的百姓 老是抱怨 最后我厌烦你们 因为你们都什么 不得进了我所应许之地 明白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在这里 要真的明白 这个等候 是我们自己 在生命中的看见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中 我们的旧人 被上帝的改变 所以 如何等候耶和华 只有依靠耶和华 才能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 只能靠着上帝 所给予我们的能力 给予我们的智慧 给予我们的 给予我们这样的 圣洁的生命和公义 我们才能够等候他 等候的过程 我们又有一个错觉了 以后等候就什么都不做了 就等着他 我都交托了 不是 等候就是 你要做神 要我们所做的一切 然后把这个结果交给他 你是等这个结果 不是等 上帝为你做什么 乃是你要等 你自己所做的 在上帝面前 显出何种的果效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等的 所以我上次的讲到说 当我们说要等 讲到等候的意思的时候 讲到这个所谓的顺服 讲到玛利亚 一听到耶稣来的 就急忙地赶出来 为什么就特别提到 这急忙呢 就是说他只能 呼召他 叫他的时候 他一定把什么都放下 第一需要 这才是真正的 所谓的什么顺服 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说了 我们说有的时候 我们把顺服进行 我没有公开的反对 你就顺服 比如说 那个小女孩 她说问她妈妈说 我是不是顺服你 妈妈说你最清楚了 你说呢 最后小女孩 想了一下嘴皮 我其实没有反对你 我还算是顺服的 只是我怎么样啊 我拖他时间 我总是常常 担言什么时间 就是说我拖着拖着 一直不办 最后当然 后来也办了 但是她也叫顺服嘛 顺服就是说 要我们做的 神要在我们做的时机里面 就赶快做 我就举例子 我是说 在家里 我要在学 这个到家里 在厨房里 是师母是做主的 我就被他条欠了 对不对 那么怎么刷了 什么洗了 怎么放了 由他来指挥了 对不对 我也就学习谦卑功夫了 就是 他如果说要我现在取完 我说等等 我这事情做完 他就不高兴了嘛 就觉得你这是一个 变相的抵挡 变相的抵挡 所以你要赶快 叫你去做就做了 否则看着心里发慌 那个东西一直不洗掉 这个心里闷 那么说 所以要从体贴的角度来讲 我说师母讲的是对的 对不对 我也可以真正有时候 我现在手头上 马上要做的是比这个重要 反正我就 我答应洗了嘛 保证你放心 你睡觉前 一定看到她洗完了 但是睡觉前让我洗完 这个让我不爽 我要现在看到 就洗掉了 我心里才爽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应该学习 体贴了相爱了 所以我讲这话呢 是给师母更大的权柄 以后来训试我 以后就知道了 你自己讲 讲台上都讲过了 你别讲一套做一套 所以你马上就洗 我只把给自己的后路 给堵住 你知道吗 那我也知道 我要需要学习 这样的顺活和训练 因为其实 这个饭后 我来是我自己要求的 不是他要我做的 我觉得我应该 尽上这份责任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在学习彼此相爱 学习生命成长中 所需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 学习依靠耶和华 在等候耶和华的过程当中 如何来学习 依靠耶和华的人 是有福了 这才是我今天 想要跟大家讲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说等候等候 因为 耶稣就让马达和马利亚 走走等了什么 难熬的四天 这四天中 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在那时呢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马达和马利亚是想的不一样 马利亚一来了 他没有说 我本来对耶稣 我都很要听 结果你现在 你拖了四天不来 你叫我的时候 我就有点不情愿 你现在叫我了 想起我了 为什么早不早来啊 要来就早点来 对不对 拖拖拉拉的 磨磨蹭蹭地过去 他不是 他说 夫子叫你 又赶快跑过去 然后一下子就什么 趴着耶稣的脚下 俯伏敬拜 那就说明 完完全全地顺服 主你不来 一定有你的美意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如果你来 你在拉萨路身边 拉萨路是一定不会死的 这点他相信 那么至于 耶稣为什么不来 这是完全有耶稣的主权决定 我们不可以侦难他 这很清楚 所以我说 同样的话 但是用不同的腐败 在禁服上面讲的话 其实传达的意思不一样的 我说让大家来思考这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呢 耶稣四天以后 才到达马达玛利亚的家中 他是给马达玛利亚 和他周围的门徒们 一个要显现神 更大荣耀的一个时机 如果既早赶过来了 也让拉萨路活了 但是拉萨路对他来讲 晚几天活和早几天活都是活 那在拉萨路身上 应该讲 make a no big difference 但是在我们建立对耶稣的认识和信心上面 就make a big difference 就算我们很多人就不能真的坚固了 我们的心就不能坚固了 因为所以耶稣是为了我们众人的好处 所以在这里面 也让马达玛利亚更加认识他是谁 也让那个被四天以后 从坟墓中换出来的拉萨路 更深深依靠 知道耶稣真是他所宣告的 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所以在这里 耶稣四天后到达马达玛利亚家中 就特地来到他所爱的人的苦难当中 不是说上帝没有知道我们的苦难 上帝知道我们人在罪中的苦难 他是要答救我们的 但是一定按照上帝的最智慧的 他完全地主权来决定的方式 他应该是不受人的一厢情愿地 来要求的辖制 所以在这里 耶稣如何要把自己显给他们看见 是神对人在罪中被死亡裸弃的怜悯的心 对人不能明白神应许的复活 已经显在他身上的哀叹 这就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他哭了 所以上一场的讲道里面 特别提到是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表明神的爱是于人的痛苦 他是来到人的痛苦当中 苦难当中 是来认同人的苦难的 他真的是起怜悯的心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这种爱是我们从人的里面的感受都会知道 它就叫患难见之交 如果你在最患难的时候 你在最伤痛的时候 你伤痛得要哭的时候 你的朋友在你的伤痛中向你表达 和你一同地来哀哭的话 你是觉得这个人是责得你来珍惜的 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 当你自己四处高涨的时候 作为你车水马龙的人 你要防止了 这些人不一定 真的是对你是真的朋友 他可能只是想要利用你 你现在的价值 等到你落难的时候 当你没有任何的价值 被人利用的时候 那些人向你显现的爱 那是真的爱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患难 见之交 A friend indeed is a friend in need 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朋友 才是你的什么真朋友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我们十一章三十六节 我们今天看下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上耶稣哭了 我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 我上章就是这两句话留着没讲 对不对 我也特别留意到 我今天补讲一下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 所以犹太人对耶稣哭的理解 是耶稣在这里对他所爱的 拉撒路 马大和玛利亚的爱 是可以显现出来 完全是真的 这样的表达 这个犹太人的理领受也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看到 十一章三十七节里面 就有一个人说了 这人怎么说啊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且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这句话我跟你说 就看你是怎么读这句话的 完完全全带来不同的意思 一种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认为他也有这个能力 那你读起来就不一样 还有一种意思呢 就讽刺性的 这个读起来就不一样 那么我自己理解呢 很可能这些 他是 我可以讲 不管你是带有期待的成分 既然你这个人曾经能够把什么 把虾子的眼睛开了 那你也可以叫他不死吗 如果他不死 他活了 你干嘛哭呢 对不对 你哭的意思就是表示什么 你无能为虑 你只能表示 你爱是爱了他 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 绝对不怀疑的 但是你所爱的 你对他只能哭一场 你对他无能为虑啊 我们常常叫做 叫爱莫能助啊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 所以这坏人之交 他陪着你哭 做一个人来讲 你已经感到是不容易了 对吧 但是耶稣如果也是指着 跟你说人怎么哭 他也哭一哭 只到这个程度的话 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其中一个人的想法 就肯定是这样想了 讽刺的 好像你耶稣 你虽然行过 开虾子的眼神节 那时候大家都很amazing 你了不起 但是你到现在吧 在这个死人面前 你看来是毫无办法吧 除了你只能 一句同情之类以外 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只能剩下是哭的份了 所以眼下自己就是说 你是爱他 但是你却救不了 你所爱的那个人的性命 虽然我们曾经见到 你开过一个人的眼睛 毕竟一个人已经死了四天了 你再把他救起来 这个难度要超过一个 从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的难度 因为你只是照一个眼睛 你现在要照一条生命 这可能是 我们才可能讲 在人看来的量上的差别 可能就是 实际上反映了 本质上的难度的差别吧 你耶稣终于 你的神节能力 也有些被考验 有一天被难倒 考倒的时候吧 你终于还有 行不出来神节的时候吧 所以 那你只能在这里 只是哭了 所以他们根本不明白 耶稣开眼的神节 开那个虾子眼的神节 并不只是为了显出 他有很大的本事 也并不是只是说 他可以做到的 他的同情 可以使那个人脱离他的痛苦 虽然这里面都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而是忘记了 耶稣在这里 要开那个生来瞎眼的眼睛 是要显明一切伟大的真理 要让人们认识他是谁 他来到世上 就是世上的光 跟着他行的人 就永远不在黑暗里行走了 那些不跟着他行的人 虽然望长一副眼睛 白长了一副 那个身体上的眼睛 却是在灵里是完全的瑕疵 所以在这里呢 耶稣在这里是表明 他来到世上 是要照亮人们生命的道路 因为跟随他的 必要得作生命的光 既然要给你得作生命的光 这件事情 那么耶稣他只有上帝 他才能够 才能做 所以他既然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表明他是那上帝的儿子 是神他自己的能力的话 那么且能被这些人 这种旁边的这种 我们也可以说冷言冷语吧 这种什么讽刺的 风凉化了 你能救了他 却不能救了他 你怎么不能救他呢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耶稣听了以后呢 心里又是悲叹 OK 这就是到了38节了 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 是从这儿开始 前面两节呢 我在这里 是上次讲道上 一漏下来的 我也把大家补全了 你就先问 他的悲叹是为什么悲叹 这个悲叹呢 现在新一本里面 讲的是激动 那么在有些人的 那个诠释里面 说他其实里面 带着一种愤怒 是一种悲愤 是为了人的不幸 刚硬 而感到一种愤怒在里面 有愤怒的情 所以耶稣已经在众人面前 显出他是 从天上降下的粮 能给五千人喂饱 能够在水上行走 表明他能够在大自然之上 他不受大自然的 归类的操纵和欲缩 他又能够是 那生来瞎眼的人能开眼 他今天 居然人们还是不相信 人们不是从他到底是谁 这个角度上认识的 人这是case by case 就是一件件你所做的 是我归纳起来 看看你的本事能显得多大 我才能认识你的程度多大 所以人在这方面的刚硬和小心 是非常非常 我们觉得 其实在我们信的人 现在看来是很羞愧的事情 所以耶稣是为着这些人的不幸 来叹息的 他来到坟墓前 就介绍了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那么当时犹太人的坟墓 基本是这样子 靠着山出一个洞 然后就用舌头封住墓 那就是他的墓了 都是在山面前发动的 这个是犹太人 当时的一般坟墓的一种形式 耶稣这个时候三世九就说 你们把舌头挪开 把舌头挪开 那么当他吩咐这句话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想 怎么意思 难道耶稣还要插看一下 拉撒路的遗体吗 有人说我不管怎么 我还要亲眼看看他 也有可能 那这就不逼了吧 那么首先感到困扰的心里 感到不安的就是马大 对不对 因为没有马大的允许 大概旁边的那些犹太人 也不敢动 毕竟是他的兄弟 马大就赶快来阻止了 马大对耶稣说 他现在什么 必是臭了 对不对 要看也不合适吧 对不对 而且如果臭了 大家闻到了臭的话 也给众人 最后给他的形象 也造了负面的印象吧 为什么呢 这句话讲 因为他已经死了多少 四天了 这个四天 就是他要等候 原来要等候耶稣而不来 你如果早来的话 就不会有这事 可是他现在已经什么 死了四天了 所以呢 他现在看来呢 你再要看他呢 就不别了吧 那你把射头挡开 臭味就什么样啊 就出来了嘛 所以最好还是把射头封住吧 已经鼻子臭了 这也是他出于一种 爱护他弟弟的 兄弟的形象嘛 也不觉得 不觉得要这件事情 让他感到难堪吧 这都是从人质场景 可以理解的 但是唯一不能理解就是 马大是表达过 他所相信耶稣 是怎么一位 是怎么一位耶稣的 为什么呢 因为马大自己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来临到世界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说很奇怪 圣经上面就是这样子 他常常就是在这里 告诉我们 有的人呢 他的表说是非常正确 但是他真正的理解 却不是他所表说的那样 所以说的是这么回事 理解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行出来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 我在讲犹太人那时候 在这个 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神 他们在埃及的追兵 追到红海的时候 上帝用红海的水 把这些埃及的追兵 淹没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的感激之心 因为他们知道 耶和华救了他们 那个唱出来的 这种颂歌是很道地的 没有错 上帝就是这位 无所不能的生 就是这么爱我们的 都是怎么样这么讲 唱好了以后 等到后来 他渴了以后 得不到水的话 全把他唱都忘掉了 对不对 好像这个时候 上帝就不是那么一位 特别有能力的神了 也不是特别理解他们 就开始抱怨了 奇怪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也告诉大家 不要被一种假象所迷惑 我也特别说 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的告白 我们知道我们要想 我们是改革中的信仰 是要讲到 是绝对的神本 以神为中心的表说 按照忠于圣经的表说 要表说到到位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但是我又担心 我们所谓在 所谓我们现在 在加强的事 改革中信仰的人 我们学了一点 改革中信仰的人 我们自以为 把我们学到的东西 就当做我们什么 我们讲出来的正确的话 就当做我们 好像真的理解一样 好像我们生命当中 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看不起 别的一些基督徒 没有讲到这个缝上的人 这是我说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所以我一直这么说 我们如果你真的是 在改革中的信仰上面 你真的知道 在系统的神学上面 的正确性 是怎么表达的话 你在上帝面前 责任更大了 为什么 你就用你自己的 正确表达 要理解 你是不是真的 完完全全明白和使用了 你要先用在自己身上 你先不用手电筒 对待别人身上 你的悠悠感 不是在这里 我能知道这一点 你不知道 因此在别人面前 显得自己了不起 那是我们特别要当心的 这特别是要当心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来看 所以这个呢 马大讲这话 已经四天了 这个四天就好像 一块大石头 搁在他的心里面 拦阻他对上帝 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力 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经验规则 为什么 犹太人都说了 过了三天肯定不行了 现在四天 那更不行了 这个概念 根深蒂固的 打在他的心中 虽然他可以说 耶稣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无所不能的 凡是你行的 而且怎么 你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的 好像是他都能做 但是 马大讲了这话 他也 虽然非常希望 他的兄弟能够复活 但是也不敢贸然提出 这个要请求 尽管耶稣已经告诉 他来了 你兄弟必然复活 他还不明白这个话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进行反省 我们常常用人的 自以为是的一套东西 我们来认定 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我们常常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真的 神到底在我们心中 大 他甚至大不过 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约束和限制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给大家说 十一章四十节 耶稣对他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看得出来 耶稣这里又有一些 责备的口吻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呢 I've told you I've told you 我告诉你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想了 你忘掉了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若信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请在这里面很有意思 你要看见神的荣耀吗 你必须先信 你不信 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 很多人 我要看见了才信啊 我不看见我怎么信啊 我理直气壮 可以这么说吧 对不对啊 大家知道英语里面 各种叫 Seeing is什么 believing 有这句话 我们翻成中文叫 眼见什么 卫蛇 那不叫眼见卫星 眼见卫蛇 什么卫蛇 那么就信了嘛 所以世上的人呢 我一直说过了 你怎么信啊 你的信是建立在 你的知的根基上的 你如果不知 你不能信 你如果根据某种东西 你认为你是可以知的 你才会信 明白了吗 所以很多东西 某些科学上的东西 我们不是那个专家 但你为什么信了 因为你信的是科学嘛 你信的是那些科学权威嘛 你认为他们是专家 他们那个了 因为他们是有一套道理的 你对这个科学方法 你很有信心 既然经过这些科学方法验证了 不必你亲自到场吗 他们宣布你就可以信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信是建立在 你认为你能够把握 它的能力上面的 你认为你能够知道 它的能力 如果你都不能知道 你信的话就是迷信 清信和忘信 对不对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说在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这样想是 没错 是对的 你一定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神 因为耳听的不是神的话 是人的话 人的话常常是什么 不真实的 人的话常常是谎言的 人可能有两种方法 讲他不真实的话 一种他 被他的knowledge所限制 他因为他讲的 他其实不知道 他以为他知道的 其实他不知道 那么他讲的是 其实他不知道 他与事实不符 他不是真要骗你 他只是受他的 认知能力的限制 和他自己认知能力的夸大 而造成的 这告诉你 其实是 他讲的其实不是 那个真正的 他是外行人讲 内行话 是讲不出来的 这是一种你相信 还有一种呢 人可以有心骗你 还有一种人呢 他也不是骗你 他也给你拍胸脯保证了 那保证的事情 能够实现吗 其实他以为能够实现 最后也不能实现 所以人的话 你真的是不能够 完完全全 先以信他为前提吧 你先考察一下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能够实现 所以在人的世界里面 你是应该这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做了基础图了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还是用这套人的规则 去对付上帝 那我们就真的犯罪 很多人还不服呢 好像上帝 对上帝的事情了解 也跟人间的事情了解 用同样一样方法 错 在人的世界上了解 我同意 科学方法是很重要的 很有价值的方式 不能随便丢掉 科学的方法 你就是不断地责疑 因为这些先前的科学发现 也都是人的发现 这些人不应该成为 你的权威 你不能盲目地相信接受 你在接受的过程当中 要不断地责疑 如果你哪一次责疑成功了 你就突破了 突破了就说明科学发展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科学上该诚意的 我们很多中国人 原来就是喜欢现成答案 标准答案 从来不去思考的 拿来背了 用了就是了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创新能力比较低 但是我们对抗上帝的能力 就很强 对啊 上帝讲的我们就马上诚意了 这也不对 圣经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该诚意的不诚意 该顺服相信的不相信 这是谁呢 这就是罪人的写照嘛 我们都是罪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在人的里面 我们是知而信 应知而信 但是在上帝的事情 奥秘是应信而知啊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次复应营的主题是 知我所信的是谁 保罗说 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所以知我所信的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知识 建立在信的根基上 因为我们不信 上帝就不可能打开我们 把他的奥秘像我们展开 我们就晓得是上帝 你说的话一定是对 神非人 他不会说谎 神非人 他不会说 他所不知道的 他所说的 他必定去行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是 耶稣说 你若信就看见神 你就不看见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是给那些 他所爱的人来看的 那么这话呢 也是上 也是耶稣对他的一种模样 带领了 就说你现在不能不信了 你再不信的话 那就不对了 那一定大概是看到了 马大的非常的什么 正面的反应咯 马大就肯定也要认罪悔改了 这件事我到现在 怎么还不信呢 行吧 那么意思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你父子怎么说就怎么做吧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说 马大一定是悔改了 表示点头了 因为没有他的允许 也没有人会搬石头的 所以他们就把石头什么 挪开了 所以马大说 那行吧 你说了就照做吧 就像那个 加利利的渔民彼得 他们足足备位的 加利利还打鱼 他都知道什么时候打鱼能打得到哪 要晚上 而且在哪里打 不能开到深水的地方 深水的人反而没有 结果耶稣跑来 白天了 一夜晚都没打到鱼 耶稣说 你把船开到深水之处 当时彼得一听 你是谁呀 假设从人的话 你不过是从来没打过鱼 一天都没打过鱼 我足足备的鱼面 我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 你吩咐我去打吗 但是彼得还是知道 他父子 因为你说的 我就什么 找你办了吧 因为他尊敬耶稣 在其他方面 看见耶稣的荣耀 所以我佛你一回 我听你一回 不管怎么样 哪怕还是将心将义的 他愿意顺佛 也是宝贵的吧 他如果不做 他就根本就是什么 看不到上帝 耶稣这种能力 结果他到 真的到水深之处 下王 结果打上来了 结果怎么样啊 差点两条船都怎么样啊 都不能摘住 还好船也没有成 王也没有破 这一切在上帝的计算当中 是这么的巧妙 原来 耶稣说 这些鱼儿 你这时候都游到一处来吧 它也莫名其妙 怎么这个鱼都莫名其妙 都游到那个地方去了 对不对 结果一网全打进来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只能打这么多 再多网就要破了 否则拉上去 船要成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一切都在 神的完全的奇妙地带领下 所以这些事情呢 在上帝面前呢 独信不易 因为是你所吩咐的 这个东西是一个功课的操练 明白了吗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真的 你要知道 神是那么地可敬可畏 我们却往往不是这样想 所以 四十二节 他们就把石头 四十一节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了 把石头挪开 耶稣在这里 就告诉他们 真正的信心的榜样是谁啊 就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在父神面前 那最完美的信心的表现 你发现 他是怎么祷告的呢 耶稣是这么说 耶稣这时候 人们把石头挪开以后 耶稣就举摸望天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了周围站住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好好来体会这句话 那么 当石头拿开以后 耶稣向着天上的父神祷告 这个祷告 本身就是指 圣子在圣父面前的 一种信心的 完美的表达 完美信心的表达 因为这里的祷告 不是首先 在这里看到 不是耶稣首先没有把握 请求父 你能不能让我做这件事情 他要请求父 也不是说我大概能力不够 因为我最多 我当初是把那个 生来瞎眼的人 我让他什么 那个就把他磨了一下 让他就 我当时没祷告啊 因为这件事我知道我能做 但这件事 你不给我家里 我做不成了 是不是啊 这件事特别的 偶尔给我输送点能力来吧 所以 耶稣没有这样祷告 你再给我家点能力吧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这里表明了 他就是平着 因为他自己说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福活 福活在他嘛 生命在他 一切都在他了 在这里就写明 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呢 表明他是父所拆来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父所拆来的 他本身 他就是那位荣耀的神 他自己 所以他能力是他完全在他那里 一点都不缺乏的 所以他在这里的祷告 他的模式怎么样呢 他的模式是 父啊 我感谢你 那么怎么我们说 这个在这里告诉我们呢 这就是他的信心的表达的对象 我在父音里讲了 基督信仰的表达对象 信心的表达对象 不是对某一个主意 不是对一套理论体系 对某一种教义 对某一种理念表达 我对这个理念有信心 我对这个 这个什么 这套道理有信心 对不对 就孔父子他有的时候 他也有信心哦 对不对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有个大臣叫环溃 准备要杀他 对吧 他就天生得益于 环溃能奈我何 奈何我 我不知道这个原文怎么讲 意思就是说 天生得益于 上天给了我一个 特别不同的德性在我身上 天生得益于 就是我有一种 上天赋予的 完全不同的特性 这是上天所珍贵的 所以这个环溃 这个小人他要害我 上天一定会什么 阻挡他 使他不能害我 但是他在这里面 他讲的是上天 请注意 他不能 天不是一个位格 不是一个自由的意志 是一个对于他 对于一个天道的 一个什么 天人合一的 天道的一个 崇高的向往 他认为天 天理糟糟 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让他发生 因为那种事情 是绝对上天害理的 明白吗 这个就是孔子 对天理糟糟的行星 上天是忽悠那些好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全要去自杀 他要跳蜜罗江呢 他怎么想到 楚国是为天下行仁义的 楚怀王有仁义自君的想法 秦始王是暴虐自君 怎么样暴虐的 他做坏事的人 竟然可以灭了一个 仁义的大国 这是他所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他发出天文投河了 因为这个事情 人只能从一世平一世 从经验规则来推测的 所以他在这里 这一世没有一个对一个 为格的绝对的信心 绝对的信心就要 哈巴古的祷告 哪怕圈里没有牛 没有羊 葡萄也 葡萄苑言 葡萄橄榄树也 不积果子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还是什么 相信你耶和华 你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 这是超越你自己的 眼界看见的信心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当中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基督信仰最不同的是 为格式的信仰 当保罗说我自我所信的是谁 这个谁 这是最重要 因为这个信的我是 我信的时候 把我交托给他 他最后一定保守 我所给他的一切 直到见他面的时候 这是一个真正的 为格和为格之间的 一种交托的关系 你不能说 我相信某种主意 然后叫主意给我什么 这是单轨立车 开到什么乌托邦地方 你不知道 就是说 坎头不要紧 只要主意争 但是我知道 主意一定会来找我 要负责我 交给他的一切 他会看顾我主意 主意是什么 主意是人的一套概念 主意是从人来的 所以在这里 超越的神 是他 我们真正的信心投射对象 这是第一 第二个他表达的就是说 他在这里说什么 他就说 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了 你还没做什么 就听了吗 这就是一种 特别的信心了 这是子与父的 一种特别关系 这个方面我就说 其实要表达 这信心是一种完全的信靠 是子在父 负在子在父里 负在子里 那种完全亲密无间的关系 也就是神的荣耀 在基督的信心里面 在耶稣的信心里面 一定会借助 基督他自己要 即将所行的神迹 而来彰显的 这个是绝无改变的事情 所以这感谢是在主自己 耶稣自己还未能把这件事情 行出之前 已经先感谢了 先感谢了 也就是说 我将要做的事 肯定是在你的旨意当中 因为主也自己说了 我来到世上 我所做的都是什么 父所吩咐的 只是绝对不做一件 不是父所吩咐的事情 所以这个信心 是一种绝对的认知的保证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为什么信心不够呢 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 我这样做 真的是神的旨意吗 我说信心就不够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因为你圣经还不明白嘛 上帝的人一知道 你还心里不深嘛 你没有在神的话语里 跟神有很深的交通嘛 所以你对你所做的事 是不是和神的旨意 你自己是犹豫不定的 这是我们在主里 还没跟他 在他的话语里面 达到这种 彼此相知相似的 那种真正的亲密的阶段 如果你真到了这个阶段 你放心大胆去做吧 神与你同在 神一定是你成就 你要所做的 因为你深深明白 这事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旨意的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的 信心的表达 所以耶稣还没有做了 就先感谢了 因为为什么呢 耶稣知道 我说这话 为这位赞助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的 所以在这里面 因为要他们相信 我就是你所拆来的那一位 原来与父同为一的那位上帝 他自己的话 那么耶稣在这里 一定要把 他的独有的这个能力 要显现出来 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所以当耶稣说了这话 我们知道 后来 所以在这里 所以耶稣呢 在我们面前 他是如此这样子祷告 如此情 包括他容许 拉撒路得病而死 包括他容许 马大 玛利亚 在痛苦的四天中哀哭 这都是为了等着 这一刻的到来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为了主 自己等候他的话 要看到主的荣耀的话 一定要付出所谓 等候的代价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 轻看了等候的价值 这就是耶稣即将所行的神节 是我们 为了我们能信他是谁 说到底就是这个 这就是约翰福音的 他每一个神节 就给我们带给了 他是生命的主 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真的有这个能力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 最高潮就来了 对不对啊 四十三节 当耶稣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出来 你说这世界上 你还见到一个人 能够对着坟墓 叫一个人的名字 是有这样的方式 叫过吗 如果你假设有人 会想到要这样叫的话 那就很了不起了 他至少他疯狂的 还蛮出格的 一般人在坟墓面前 看到的是面对死亡 一切的洁净和悲哀 无限的惆怅 你是人嘛 你知道死亡的破坏 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你说孔子吧 孔子你说他最爱的弟子 叫什么 颜渊嘛 所以说最好了 孔子是把他以后的 这个道要传给他的 是他的一波传人 但颜渊就死得年轻 孔子哭得一塌糊涂 稀里哗他的 孔子也没办法 因为他也是人 他没办法 死不能复生 死不能复生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 耶稣就不是 他所爱的 耶稣有能力 照着他的意思去行 所以耶稣说 拉撒路出来 我想这样一叫的话 旁边人都杀白惊呆了 死人怎么能可能 听到人交换呢 如果听到人交换 那还算死了吗 这就是一个悲愣嘛 你要人听见他的话 除非他还活着 可是他死了 你怎么能听见呢 你这活人才有这个 听觉意识嘛 你的听觉器官才work嘛 function嘛 你的耳朵 你死了你怎么样呢 说这里面有死的 对不对啊 这里面是最大的奥秘 你说耶稣是准备说 拉撒路出来 以前拉撒路已经活了吗 这等着耶稣呼唤 你出来别躺在那里了 对不对 你老躺着干嘛呢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拉撒路就想 主要我出来 那我就出来吧 刚刚装了四天了 在那边 太难受了 对不对 当然不是了 对不对 那你想想 我也有一个目标 是上帝 耶稣他自己的话语的呼唤 是生命的泉源 是上帝 耶稣的呼唤的话语的能力 进到他的什么 灵魂里 进到他的身体里 使他能够什么 复活 那这就是神的话语的 不可思议的奇妙的能力 这话是有意义 这是耶稣要表明 他就是那个人 所以拉撒路出来 很多人讲 还好那时耶稣是指名呼唤 如果叫所有的 这叫很多坟墓 所以死人都出来的话 那不得了了 所以只叫拉撒路出来 对不对 因为耶稣是凭着名 叫他的群羊 叫一个叫 拉撒路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我需要你出来一下 你就先出来一下吧 不是为了你自己 乃是为了上帝儿子 那独特的荣耀 就是说 你还为我再活一次吧 当然你还是要死的 但是这次你先出来一下 表明这个能力 是从我这里 我的呼唤力来的 结果 你是想要那个情景吗 叫好以后怎么样啊 周围人怎么样啊 不知道能相信自己耳朵吧 然后紧接着看到 那个坟墓洞啊 对不对 然后一个人影先出来 呜 然后碰碰 你啊 跑出来了 你说如果不是在耶稣里 有信心的话 吓死了 以为什么出来了 四伞逃窜 以为鬼出来了 还是谁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角度上面来看 我说 这些人呢 真的是在这里 因为耶稣说了 他们知道 要他复活 看来就是一个 复活的拉撒路 结果拉撒路怎么样啊 真出来了 那死人就出来了 能出来就不是死人 死人居然会出来 这个话说很有 那曾经死过的人 现在活了就出来了 他出来 还手里什么 裹着布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毛巾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呢 给下葬的时候呢 他要给你包裹的 包裹以后 是给你撒香料的 但是请出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犹太人的包裹 有香料撒在上面 跟那个埃及人的 对死尸体的处理 是不一样的 埃及人是 严严实实地 包扎得很紧 一层层地 是把你变成木乃伊色的 那犹太人不是 犹太人是松松的 这一点你要知道 犹太人是 把你这样子包在下 不是把你身体 全部捆绑在一起 一层层地 把你包紧 否则的话 拉撒路 如果不解开 他最多滚出来了 那没办法了 它还可以怎么样 动动 就是有限地 要跳出来 走出来 还不能大不自大 它还是有连接的 但是它至少能够那个 所以它是 脸上蒙着毛巾 头上不得 不是那种很严整的 而那些香料涂在那里 它不是涂得非常多 它只是摆在那里 防止臭气发散的 所以不是那么很多的 所以这个解释了 它可以抖一抖 这个东西就走出来了 脸上包着毛巾 大家一看 那就是完全 马利亚看得清楚 就是当地他们埋葬 他一边哭 一边绕的那种情况 那现在只是一个 为同不同的 就是什么 他既然还在行走 所以耶稣对他们 解开 叫他走 要他真的走的话 大家还要帮忙 把他的这种 绑在他身上的这些布 要把他拿掉 才能让他正常地走 这一幕就给我们这样出现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来看 这句话 这个行动 是为耶稣哪一段话服务呢 我让大家来看一下 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现在把约翰福音 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我们这里好好读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 来看 我们大家一起来 齐声念 请 我们一起来 感谢神的话 神的话是当称颂的 好 我们来看 从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 倒回去 这段话我又讲 约翰福音讲过了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这个时候将到 我们讲将到到什么时候到呢 耶稣讲现在就是了 你到底说现在还是以后将到 到底来还没有来呢 那么在神学上 我们叫上帝的国度 already but not yet的意思 就是说神的国度已经降临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什么成全 就是在一个来到 还没有成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末世 我们基督徒是活在这个末世 这个末世是耶稣基督的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起点 第一次来到位起点 为他耶稣第二次再来 为什么 终点的这一段历史时期 我们就叫做末世 在这个末世 所以马达回答正确 他要知道我们到时候 我们都会复活 他跟那些法利塞人相当 是最后末世的时候 最后大家一起复活都复活 但是今天 耶稣要告诉我们 这个现在就是了 也就是说 耶稣这里讲的话 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 我的话就是生命 因为他就是生命的粮 这很重要 我们要把他的话吃进去 我们要把他的话 听到我们的心里面扎根起来 那个种子就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自己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人就要活了 我当时解说过这句话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只有把死人和神儿子的声音 合在一起 这句话才有真正的意义 否则是语法是对的 语义是错的 讲过了 死人要听见人的声音 那就这句话根本是荒唐的 他是死人 他能听见 他就不是死了 他既然能听见 就是说 他既然死了 就不能听见 这是根本两件事 不能摆在一起的 但是在那生命的主面前 这话就可以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人就要活了 你说世界上的大者 苏格拉底 巴拉图 孔子 释迦牟尼 穆罕默德 这么多所谓的宗教领袖 哪一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 如果说的话 人家就不尊敬他了 这人讲婚话 有的是也挺不理智的 那就完了 对不对 这个人马上就失去他的影响力了 这唯有耶稣 他能这样说 然后他有他自大的能力 让我们到现在 这么多人还能信靠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样说了 也是这样做的人 所以他是说了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人就要活了 这句话在拉撒路面前 就什么样啊 出现了 因为拉撒路只听到一句话 拉撒路 出来 他还知道自己是叫拉撒路 这死人还晓得 回忆起来自己叫拉撒路 叫的是他 他就晓得自己要出来了 你说这个instant的effect 我们叫做即使效应 我觉得怎么样 这是奥秘 你科学研究 你要用这个项目荒唐 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个项目的 这就是上帝的超自然的大能 他的话语就好像进去以后 冲进去以后 他不是说我是没有能力的 除非你耳朵开通才能进去 他是话语 打通你的耳朵 进入你的灵魂 进入你的身体 使你活过来 好神奇吧 这就是说死人要听见神儿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这一点上 他跟父有同等的权柄 是生命的主 生命的权源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 是不是他造 借着他所造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样 同时我要说 今天最重要的 我们听见 我现在这几次布道的时候 我就用这些经文 我护照以前 用啊 包括我这次福音也说 死人要听见什么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人就要活了 我在护照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 神儿你们听啊 果然很多 一些人就举手了 我就说他活过来了 对不对 为什么活过来了 因为他现在信神了 死人是不能信神的 因为我们都死在 过犯和罪恶里 以父所述说 我们都死在 过犯和罪恶里 我们都死了 死在罪里 你说死在罪里 最大的表辞是吧 我们在上帝面前 没有反应 我们根本不认识神 听到神的话 也看不懂 我们在上帝面前 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在上帝面前 是个死人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活得 身龙祸虎 到处拼搏 我们在世界上是活的 在什么 上帝面前死的 但是现在 这是我们的旧人 但是我们现在 作为新人呢 我们在世界上 要成为一个什么 死人 而在上帝面前 却要活过来 这话就是保罗说的 世界跟他的关系 不是世界被钉在 舌子架上了 我和世界面对他 世界在我面前死了 我对他没有这样子的 他不是我的安慰 和盼望的来源 同时要么就是 我在世界面前 被钉在舌子架了 世界不要想在 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世界所要的东西 撒旦你不要利用世界 来影响我 因为我在世界面前 没有反应 我只能在上帝面前 有反应 所谓世界的反应 就是名啊 利啊 信啊 一起诸实啊 享受啊 不公不义的这种 人的这种邪恶 肉体的情乐 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 在基督里面被变了 来改为一条 渴慕神的心 来信靠神的心 这就是一个什么 脱去救人 穿上新人的过程 就是你是什么 活过来了 而这个活 才是真正活的意义 只有这样活过来的人 你的叫灵魂的苏醒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所以我们说 耶稣的话 现在在布道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呼召的时候 那些原来 从真的不信 到真的相信的人 他是经历了 这个人 眼睛所谓看见的 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了神洁 所以我们的信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凭我们自己是不能信的 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 得住他的信 所以这个 只有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 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 否则的话 我们就糊涂了 所以父怎样 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到儿子 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 然后我们看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下面几句 因为他是人子 他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所以耶稣 他是既是救赎的主 也是审判的主 所以不信的人和信的人 有一点是相同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则是主的意义不一样 对不信的人是审判的主 对我们信的人是救恩的主 完全两个不同的主的意义 但是都必须是主 所以到时候万邪当贵败 万口当称颂 耶稣基督是主 不信的人也要开口 你在自己 你也没有办法 你不能不承认 所以在这里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天使的号角吹响的时候 我们都要复活了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原来复活是每个人 不管你信不信 身体的复活都是会有的 但是身体的复活 是照着你灵魂复活的样式复活 你灵魂苏醒的人 你复活得荣耀的身体 你是复活得生的 如果你是在灵魂中 没有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复活的人 作恶的 就是复活定罪了 就是这两个区别吗 所以在这里 保罗特别在罗马书说的 因为听道是从信道而来的 信道来的 信道是因作什么 基督的话 就是他的话 使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来真的来体会 我们来让我们的 每个人靠着 有人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是 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是被他的神的道复活的呢 我成为基督徒 还是因为我觉得 做基督徒挺好的 基督徒也挺学习 做正派的人也不错 大家彼此学习相爱 有一个团体也不错 你有考验 就是你真的是在神的道里活 被活过来的 你一定要靠着神的道继续活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不看圣经过得也很好的 你不听神的话语过得很好的话 你没有神的粮食 你活得也很好的话 你还是没有靠着神在活 你还是靠着自己的 自然的肉体在活 那就很惨了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你要检查你自己对着神的话语的态度 你的神的话语 圣经真的好好读了吗 你在听到的时候 你是不是专注啊 抓住这个 神要给我们的 定时赐我们粮食的机会 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是灵力是通畅了 我喜乐了 我得着了 我有没有这感受 你越有这样感受的话 你越是有福的人 因为你知道 你的生命的能力 是从神的话语来的 是靠着神的话语 改变自己 不断地突去救人 穿上新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 我们真的是表明 我们是得了神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照着神的话的意思去行 我们虽然说上帝 只有上帝才能创造 这么大的神迹 把我们从死变成活 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 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 我们一起与他同工 在这个神迹中有份 你说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呢 起码耶稣叫我们 拉撒勒出来的时候 让耶稣把两件事 交给人去做 哪两件事啊 首先把石头什么 挪开 是不是啊 这件事人可以做吧 这不需要耶稣亲自动手吧 只要你有力气 你就可以搬吧 尤其是小伙子们 不要往后退 对不对 你上去搬吧 你有什么 这些有力的出力啊 照着神的吩咐你就做啊 你可以做这件工作 所以我们说 这个工作就是好像 福音御工一样的 我们就是说 让人带人信主啊 你去邀请啊 比如我们这次 不是要布道联会吗 九月份嘛 你去发单张啊 出队啊 都是帮助人家 是挪开石头的功夫 就是叫他怎么 打通路 请你来啦 来到布道会来 来来 来到神的话语面前 因为你这个石头不打开 耶稣不会发话的 你一定要把石头先挪开 这件事情 耶稣分给我们去做了 我们就做了嘛 是不是啊 等到耶稣把他叫出来 他叫出来这件事情 就是上帝他自己能做 这事我们就在旁边观看了 对不对啊 等到一旦叫出来以后 耶稣还吩咐 解开 让他走 这件事情不是耶稣解的 我们不能叫他活 但是我们可以做 解开的事情嘛 把他衣服 绑带什么 解解开还是可以做的吧 所以我们这些事情 要跟神同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布道会啊 然后有一件事情 如果在布道会上 让人信主 就是神的话 圣灵用神的话 在他心中做工 这是神的主权 我们不能做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讲员祷告啊 这就是挪开石头啊 挪开石头啊 让讲员呢 心里充分准备 让讲员到时讲的都是什么 出自于神 而不出自于他自己啊 我们说要有祷告 我们可以邀请啊 我们广发传单啊 海报啊 我们现在是定出来了 我们都是在当中是 为这件福音事工 挪开石头的功夫 我们就做这个 挪开石头的功夫 这些事情 我们做了以后 神会记得 我们在福音事工中有份啊 是不是 所以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如果去讲道 我大致可以感到 我今天的讲道会 产生什么效果 就是看他们 在预备着布道会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热心 有这样的氛围出来 如果这种氛围出来了 我自己都被感动了嘛 被当地的这些 同工们这种心感动了 我也被神灵啊 就是同感于灵嘛 也能讲出 超乎我自己 预料之外的 能力的道 这是神的道 我不过只是个出口 但是如果大家 没有预备的话 也没有好好祷告的话 灵都很低沉的话 你说出来的话是一样的 但是能力却不一样啊 这奇怪啊 这就是要大家 一起来祷告的意思 为牧者祷告 为讲员祷告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让上帝的话语产生能力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什么叫最后解开呢 那么他信了主了 或者他听了以后怎么样啊 他有点种子进去了 那你要跟着去follow up 你要去做follow up 你要去 要关怀啊 你上次听了到怎么样啊 那么你还继续来吧 他说我是 帮助我解决了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 那么继续关心他嘛 那就叫follow up 这就是什么 解开 让他走 知道走到什么 完完全地被带到耶稣基督里来 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嘛 所以你说我今天这个讲到 跟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马上要讲到 这个时空什么关系呢 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这些 是不是啊 我们就一起来做吧 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 在神眼中 蒙佛的蒙爱的群体 其中不要忘记 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 只有在传扬福音的时候 才检验出我们的爱心够不够 向着主的忠心够不够 为主的福音大发热心 有没有 我们如果发现我们欠缺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神面前祷告了 求主给我们的核心 我们就生命就能被主 借助使别人成就的时候 实际上真正能成就了 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 生命的需要 阿们 好 我们一起听着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在我们中间 谢谢你持你的话语 给我们喂养 主啊 我们就求你 真的让你的话语 我们听到的都是带着你 那是生命能力的 你的话语的道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 主啊 让我们里面 奇妙的属灵的改变的工作 让我们真的被你引领到一个地步 我们真的能够 能够把我们的身体献上 我们真的能心里想的 竟都是和你福音 和你的生命 和你的奇妙的大能 你自己的荣美有关的 神国里的事 而不是我们在世界上 原来的那些 那些嫉妒 仇恨 苦多 埋怨 和我们各种人的追求 在人的世界里拼搏的那种劳累 主啊 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的 你的饿是轻的 跟随你的 越走越轻声 因为你在这个天 我们走天路的过程当中 你一颗也不离开我们 你引领我们 你陪伴我们 你托住我们 你扶持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有你这样一位主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还有什么好求 因为在地上 我们除你以外 我们没有哪一位 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最不可缺少的了 只有你 只有你 主 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爱 我们心中的最大的信靠 有了你才有我们人的 生命的价值的一切 主 谢谢你 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求 Amen